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继续讲 《世情论》所造的阿比达摩居士论 现在讲《无云》 则语实际上是 《无根》《无经》和《无表色》 这样分的 前面《无根》也讲完了 《无经》也讲完了 今天讲《无表色》 因为《无表色》的因 他这里面讲的四大 所以罗德罗罗的课判 下面的颂词都是没有讲课判 他四大的分类讲在《无表色》当中 下面我们讲《无表色》 因为我们昨天前面已经讲了所谓的色蕴 这个色蕴 总而言之大家应该明白 《无根》《无经》《无表色》 这是阿比达摩的说法大家应该清楚 昨天所讲的《无经》 一般来讲他昨天讲的色法和声音和微相处 那么这样我们任何一个物体上面 也就是说外面的无经法吧 无经法的任何一个物质上它有它的颜色形状 颜色形状的部分有我们的无根 这个下面也要讲但是我们在这里也是简单地给大家讲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物根取无经的时候 无经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物体上它有颜色形状 然后它有它的声音它声音下面也已经讲了 有些法它没有接触其他人的时候不一定有声音的 然后除了声音以外的其他的法只要具足四层 不管是任何一个法它的本体上面已经具足四种微层 有不种把这些都称为一种微层 然后它的味道也是一种微层 它的香也是微层它的色也是微层 所以我们遇到一个外景的时候 它的颜色和形状部分从我们的眼根来起作用 然后眼睛来去 然后它的比如说它的轻重或者四大的这些部分 那么不管是昨天我们讲了它的所住 就是分了一个过所住和阴所处 分了这两个 其他的法有些是它的阴所处 阴所处当然是用身体来接触的 然后有些过所处 过所处也是用身体来说处 所以外面的任何一个法 我们当它接触的时候应该是 比如说我们拿一块头 拿一块头的话 实际上只有它的所处部分的话 它是轻的 重的 或者它带有火的作用 或者是水的作用 这些全部是依靠身体来感受的 然后它的颜色形状 这些是用眼睛来 然后它的相和胃也是用鼻根和色根这样来接触的 所以由不动把外境的无尽吧 无尽的这些每一个微尘 已经在外面的尸体上面存在的 他是这样认为的 当我们的无根去它的时候 才把这个微尘浮现起作用 它有这样的承认法 因此我们通过学了俱世论以后 我们知道我们的根式对外境如何去作用 如何去这方面非常有细致的研究 这里面有很详细的分析 下面昨天前面已经讲了所谓的所处 所谓的无根 无尽这些都已经讲了 无根与无尽如何去作用呢 这个问题下面还在讲 但是总而言之前面的这些问题 希望大家 当然我想现在第一品的时候 大家都是一种新鲜的感觉 可能很多人都愿意学 但是很多人 有些人有一种毛病 他到了中间或者到了一点 学了一部分以后心去就越来越薄弱了 就没有了 这是闻思修行工程当中的最大的一种过失 一个上师传讲这部法的时候 你对这部法认为这是不重要 或者这是不想学 这一点我想是求学过程当中的最大的违缘 比如说对我来说一般可能你们也知道 我们学院当中的这些大堪布相比较起来的话 我的智慧确实比不上他们 现在不管是辩论 诏论 各方面 可以说我是中等的也比不上 应该是下等的当中 但是我有一个优点是什么呢 我自己有时候想 凡是自己在学院当中将近二十年吧 十多年的闻思 在十多年的闻思的时候 不管是哪一个上师讲什么样的法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法特别好 比如说一个上师讲英明的话 这个英明法特别好 就是我一定要精通英明 然后把他一定要学 从头到尾自己有很浓厚的这种兴趣 然后学俱世的时候 俱世论的时候 又自己觉得这个法特别特别好 应该自己 这也许是可能俱生的一种习气吧 也许可能即生当中 所以我现在遇到什么戒律 俱世 这些对我来说的话 五部大论当中还是比较差的 但是自己在修学的过程当中 对这些有一些兴趣吧 所以每一个问题还是有一个比较深的影响 现在对俱世论的话 可能有大概十多年的时候我没有看 但是现在好像有一点点恢复 有点希望和感觉一样的 然后自己边看边不管是写还是看的时候 有一点点兴趣 所以我从自己的体会来衡量的话 希望你们学不管是什么样的论典 应该要在学的过程当中 不要被其他的事物散乱 然后觉得这个论典不是很殊胜 应该是哪一个殊胜 这样的话我觉得是闻思当中最大的一种魔障 因此所谓的法全部都是殊胜 但是看你人能不能融入这个法 以前黄教的很多个系也是这样讲的吧 如果没有修好的话 密集金刚也不是很深深的法 本来黄教的话 密集金刚是他们密法当中最深深的法 但是你如果人的根机不行的话 你觉得密集金刚学了也是可能没有什么作用 如果你学得好的话 三句三宝的 皈依三宝的词也非常深深的法 所以关键是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看你怎么样应用 因此有机会有求学的时候 有些人讲相关壮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有时候上师讲的时候 弟子觉得是不太很好 然后弟子有信心的时候 上师不愿意讲 这些都是所谓的 薄弱里面的一种魔障 因此我现在都是没有发现 你们这个可能褪失信心 因为俱舍论还没有三四天 没有三四天 可能我在说妄语吧 没有几天 所以现在都是褪失信心的话 当然那就不算什么求学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看 一些格鲁派的求学者的话 他们对俱舍论最起码也是三年或者五年之间 专门要研究俱舍论 所以说别的高僧大德和一些真正求学的一些圣人 如何求法 然后我们在研究和学习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自己花一定的时间 这样我看再愚笨也是可能在从中获得了一些利益 因此希望你们不管是学什么论典 都是诸佛菩萨的教言 然后自己的心融入的话 那么每一个这些甚深的法本当中都有一些窍诀 如果你心没有融入 你自己没有好好地专注的话 哪怕是天天地给你讲无上大圆满的话 可能从中不但是对你得不到什么利益 反而你对此生邪见堕入恶趣的因 也有成这种有可能性的 因此还是希望我们现在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看真正求学这些高僧大德 尤其是这些作者的话 我们也可以想一想 像世情论师这些什么样的了不起的大成就者 他们的这些语言我们去学习还是很有缘分 才可以学到这样的法 因此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什么法 希望大家都说不要取舍 这个法是很殊胜的 这个上师讲得很好吧 所以这个法很殊胜 这没有什么差别 应该我们不管是小乘大乘 还是对自己找到自己很多的 对着烦恼的一些窍诀和教言吧 下面我们开始讲无标舍 这个无标舍 首先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所谓的无标舍它包括在舍运当中 为什么它包括在舍运当中呢 就是因为小乘他们都认为它是一种舍法 它是什么样的舍法呢 大家都知道 首先它这个无标舍下面我们第四品里面 好像现在还没有翻译完吧 应该在第四品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这个无标舍中的来说的话 它有四 也可以说三个分类吧 比如说我们的戒律 然后恶戒 所谓的戒律的话 现在居士戒 撒米戒 比丘戒 这些都是我们别解脱戒 别解脱戒的话 别解脱戒的本体他们都认为是一种无标舍 只是由不懂是这样承认的 还有就是称为恶戒 恶戒的话也是一种无标舍 什么叫做恶戒呢 比如说我有生之念当中要杀生 或者是有生之念当中要做妓女等等 他自己心里面这样发愿的话 从此以后在他的相续当中获得了一种恶戒 这叫做恶戒 恶戒他们也承认为是一种无标舍 然后还有一些中戒 中戒的话暂时 比如说他在两三个月当中做善事 两三个月当中做恶事啊 这些都叫做中戒 所以别解脱戒和别解脱戒和中戒 还有恶戒成为是无标舍 然后无标舍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有标舍下面还在讲 我们这里不用讲 因此他这里讲无标舍 我们先应该知道他为什么叫无标舍 有些也有一些辩论 他们说有他不是真正的舍法 为什么承认是他舍法 有些说他只要舍法应该积聚一些未成 未成的积聚才可能称得上舍法 但是这里的无标舍他没有未成之骨 因此不一定是无标舍也有这种说法 但是我们不懂他的自重也应该这样承认 所以舍运里面的舍法也有无清法 也有非无清法 这样的无标舍不是真正的无根和无尽一样的 无根无尽它每一个都是有未成的 但是在这里的无标舍它是一种舍法 但是也不是真正的一些未成组成的东西 这不是 但是有不总承认为这是一种舍有的舍法 是这样承认的 那么下面我们要知道所谓的无标舍 它具体有什么样的特点 这个必须要搞清楚 所以我们在这里先讲无标舍的时候 希望你们不要错过机会 不然我们现在懂到无标舍它的本体是什么 它的界限是什么 它的时间的期段是什么 这些全部懂得的话 以后你凡是遇到无标舍的时候 噢 原来是这样的 马上就像我们以前认识的一个人一样 以后什么时候认识它的时候 以后什么什么碰到它的时候 就能叫得出它的名字 或者能认识它 这时候是不困难的 但是你如果现在不懂得无标舍的话 下面就是经常讲无标舍 因为你无标舍它的本体就是不认识的时候 下面有些闻思学行当中还是有一些麻烦的 因此当然我们背诵的人都是这些特点 还是比较清楚 肯定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能背诵的 实在是背不动的 有些老先生们也是还是好好地记住 无标舍有它的具体的一些特点 这个必须要搞懂 那么它这里是这样讲的 无标舍它具有这些特点 它说 善乱一极 无形是 善不善法及水流 一切大众作为因 极必成为无标舍 什么叫做无标舍呢 无标舍有五种特点 一个就是善乱和无形的时候也存在 现在善乱的时候也存在 无形的时候也存在 它自己的本体或者是善法 或者是不善法 恶法 无标舍没有无极法 然后它是水流 水流它的世间有一定的 比如说它在有生之念当中 它坏坏的因没有出现之前 它还是修像河流一样存在的 然后它是依靠大众的作用而产生的 依靠四大众的作用而产生的 所以这样的一种舍法称之为无标舍 但无标舍叫的原因也有几种 为什么叫无标舍呢 它的发心在外面无法表达 它这样的一种舍法 它发心的因 它无标是因 比如说 我刚才讲了 有些是恶戒 有些戒律 或者是一些众戒 从恶戒而言 一个屠夫他就发愿 或者一个妓女他就发愿 他一生当中杀生或者卖淫 他这样来发心 但是这种发心 外面根本表示不出来 实际上它的相续当中 是有这样的发着恶缘的一种舍法 也可以说是这样的一种发心 但是我们外面看的话 看到这个屠夫 如果他没有拿着刀子 没有看牦牛的头的话 屠夫不一定是杀牦牛的 但是还是可以 他没有杀生的时候 我们看起来他还是个人 他最初恶劣的发心的舍法 发心在外面他的语言和 他的行为当中是根本没有办法表出来 这叫做无标色的原因 也是可以这样的 但是有标色是不同的 有标色的话 比如说你那个磕头的话 我们外面看得出来 他的这个心 他对三宝起信心的 今天这个人是可能学佛法的 然后他的心对三宝起信心的 现在他恭敬的磕头 我们通过他的身体的不同的 也可以说是他的不同的一种动作 能可以推出来他心里的这种表色 就可以表示出他心里的发心 然后一个人拿着刀子杀生 拿着刀子杀生的时候 他的外面的动作叫做是游表色 那么这样的游表色 就可以表示出他的心态 所以游表色和无标色的原因是这样的 这个无标色他为什么叫无标色呢 无标色也就是说他的心根本就是 刚才我恶戒来比喻的 或者是用戒律来比喻的话 比如说一个撒米或者一个比丘的话 他想我有生之念当中 依靠别解脱戒处理三界轮回 他心里面就是这样发心 发心以后呢 就是通过这个上师们呢 就是给他这个他自己呢 就是磕脱啊 就是这些就是做一些这个游表色 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上师们呢 就是给他做一些这个解摩仪式 就是然后从预言的这个游表色 预言和身体的这些游表色呢 就是结果他的相续当中 已经获得了一个无标色的这个戒律 但这样的这个无标色的戒律的话呢 我们外面呢就是根本看不出来 就是他的相续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无标色的戒律的话呢 外面根本看不出来就是 就是表示不出来就是 所以呢就是这个外面呢 就是他相续当中是有这个无标色的 还是没有无标色 早就戒律已经破完了 或者是这个戒律有啊 就是这些都是就是无法表达的无标色 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法呢 他的相续当中是存在的 因此成为这个无标色的原因呢 就是是这样讲的就是 有不中呢就是他们一直认为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戒律呢就是一种无标色的方式来存在 存在这样的 下面呢就是我们说就是他有这个无规特点 就是这一个就是一个都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第一个是这个散乱吧就是散乱 无标色的话呢 但是那个因为就是他的戒端方面来是这样的 他的这个心在这个外面散乱啊 或者就是他没有想守护这个比丘戒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色法呢就是一直在相续当中是存在的 他这个心正在这个散乱 比如说一个屠夫呢就是 他的相续当中有恶戒的无标色嘛 恶戒的无标色 但是呢他的这个心散乱就是 就是他心散乱有时候呢 他得起三宝 起信心啊 他就起梦里的这个信心 但是他的这个无标色的这种恶戒呢 就是一直是没有这个断 因为他心散乱的时候呢 就是他还是继续这个存在的 然后比丘呢就是有时候 本来是他就是从处理轮回 就是他就开始的时候这样发现 但是呢他有时候呢就是 对别人这个很大的这个嗔恨心啊 贪心啊这样 但是正在这个心外面散乱 他没有这个守护心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他的相续当中 还是无标色的这种戒律呢 一直是存在的 所以这个散乱的时候呢就是存在 这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无形式就是 这样的这个无标色的话呢 这个小乘呢就承认为是 无形的时候呢也是存在的 他这里一般无形的话呢就是 无相顶和灭尽顶 就是无相顶和灭尽顶 还有这个无相天就是这个 这三个呢就是小乘里面经常说的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 《诗经论师的三十诵》吧 《诗经论师的三十诵》里面就是说 这个无相天 无相顶 然后灭尽顶 还有就是水面和混道吧 混绝讲了这个五个 然后无诸菩萨呢 这个无形上面也叫做是正如戒 正如戒就是总共讲了六个 还其他的有些论师呢 就是在上面增加了一些矿心 矿是那个心已经点矿的 然后这个散乱的心就是 加上七个这种算法也是有的 但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这个心无形 无形的时候一般小乘有不懂认为的话 所谓的这个无形呢 他那时候的心根本不存在 刚才就是上面几个阶段的时候 他的那个心根本是不存在 就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有些随理进步 随理进步 随理进步的话 他们认为无形的时候也是 心的种子应该是存在的 也有这种说法 还有随理进步中和卫视中以上 他们都认为在无形的时候 心明显的心是没有的 但是他的阿赖耶上面已经不明显而已 阿赖耶存在的 所以一般大乘卫视中以上 所谓的无形是 这就是门凤仁波切的有关 《弥勒乌论》还有《中观众严论》 这些里面都是讲得比较细致 中而言之不管是怎么样 所谓无形的时候 实际上他的无表色应该是存在的 但是这里面也有个差别 无表色的话 我们在讲第四评的时候也应该知道 他无表色刚才讲了 刚才那个戒律的话 戒律和恶戒 中戒 这个无表色 戒律里面也可以分一个 这个别戒脱戒和禅定戒和无路戒 禅定戒和无路戒的话 它是跟着心的 跟随心的 所以心如果没有的时候 这个无表色 禅定这个无表色和无路的无表色的话 他们两个也是没有的 这个无表色下面 有不中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戒律 也就是说别戒脱戒的无表色 他不跟随心 有时候心不存在的时候 也是无表色在他的相续当中 应该是存在的 这样认为的 然后他这里善和不善业 他的本体或者善业这个无表色 或者不善业的无表色 除了这个以外 无极法的无表色 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然后这个水流刚才也讲了 乃至他的坏坏的因没有出现之前 就是一直存在的 然后就是作为大众因吧 大众因的话 他的四大作为 四大作为依靠 这个无表色最初的时候是依靠 比如说地水火风四大的人的身体 或者是一些四大的因 在他的相续当中 无表色已经产生了 最初的因就是四大 然后从此以后 四大过去的因和那个 现在的这种缘它继续存留 比如说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首先得戒体的时候 依靠刚才讲的一样 阿瑟尼的牌手指 戒末意识 自己的四大起作用 优表色 优表色和无表色 两个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戒律已经产生了 戒律产生以后 从此以后 在他的相续当中 原来的四大过去的因 有道中他这样认为 第一刹那间的四大作为过去的因 从此以后 四大过去的因一直作为他的生存的因 无表色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 我们下面也应该这样讲 但是戒律无表色的这种说法 仅仅是有路纵的观点 这一点大家应该知道 因为进步和未视异性 虽然承认无表色 但是所承认的方式不同的 不像有不众那样 诚实的法 他们一生承认他是一种 明相上的无表色 实际上他是不成立 真正的实有的法 吾光尊哲的《大黄黄王书》里面 也是已经讲了这个无表色 麦芳仁波切在《智之入门》当中 也是说了 无表色一般 进步中意以上的观点 都不承认他是实有的 但是《施经论》是在一个叫做劣承业论 《施经论》在承业论通过大乘的观点来已经说了 他说 善业和恶业是心上面案例的 如果善业 恶业是色法案例的话 这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所以在这种语情里面 对有不众也是作了严厉的批评吧 因为善业和恶业全部是用心上面是案例的 真正善业和恶业在外面的色法上案例的话 这不是佛教徒的行为 也有这样的 还有一个叫《施纳门扎》吧 《施纳门扎》他也是有一些 《瑜伽师弟论》的一些分析吧 这个论典当中也已经讲了 所谓的戒律不承认是真正的色法 所以这以上 那天我们讲《三戒论》的时候也已经讲了 进步以上的话 有些认为戒律是相续 有些相续装着一种改变 有些相续当中的一种断心吧 什么叫断心呢 就是要断除未平的一种心 这就是大乘的说法 一般来说大乘不认为我们所谓的别解脱戒 它是一种色法的方式来存在 这一点一般大乘不承认的 那天我们讲戒律的时候 也是给大家稍微说了一点 那么这里为什么有些佛经里面讲 无表色的方式存在 他们说因为自己以前已经获得过这样的戒律 但是这样的心的相续没有受到坏坏的因 所以没有受到坏坏的因称之为无表色 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的色法存在 这是大乘的说法 因此我们根据大乘的说法 所谓的戒律也是不承认是一种色法存在 这个问题大家也应该搞清楚 还有他们有些比如说安徽论师 不是安徽 监徽论师吧 监徽论师他们为什么叫无表色呢 无表色的原因就是 本来心能远离一切缩断 也就是说远离一切缩断的这样的 比如说我受别解脱戒 别解脱戒的话 生于义的这些罪业断除 我心上面有这样的发心 但是心上面这样的发心 实际上是外面的色法存在 我必须要相结合 相结合所以外面的色法与心相结合起来 因此依靠外境的名义来对有境取名字 称为是无表色 虽然大乘也是承认是戒律是一种无表色 但是他不承认是色法 那为什么叫无表色呢 就是最近的名字用在有境上面 他是这样认为的 因此不管是监惠论师 还是资南门扎论师 然后世经论师的一些 世经论师还有一个 辨别无云的这种论典 这些论典现在藏文的论主里面有 海文上好像是没有的 但这些论典里面 他是站在大乘的一些角度来分析 分析的时候 所谓的无表色 也根本不承认是一种 实有的色法成立 这一点我们也应该 值得需要承认的吧 不然的话认为戒律有一种设法的东西 他们都是说好像成体隐蔽方式存在 戒律在身体里面 但是身体的哪一个部位 是在鼻子里面还是在心里面 然后到底戒律的无表色在哪里 他们说这个没有办法表示的 因为他是无表色 他们是这样说的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表示的话 你怎么知道在哪里呢 他们说是有佛经的教证 佛经里面有什么教证呢 他们说所谓的戒律 无碍无对的色法 无碍无对的色法 所以它肯定是一个色法 他们有戒律的教证是这样的 但是大乘所谓的无碍无对 他不是这样解释的 下面我们还应该讲 我在这里不啰嗦 但是这些还是要懂一点 不然如果不懂的话可能不行 下面我们从 丹尊 不是给孟文波丹尊 讲罗德文波是吗 应该这个是罗德文波 我经常告诉我那个 下面讲所谓的无表色是指什么呢 无表色具有五种特点 戒断性的状态与法性的特点 他那个法性也可以说是戒断 或者是心的法性方面的特点是什么呢 在散乱的时候 无有无表色 无表色在散乱的时候也是有的 刚才不是讲了吧 有些像受戒 但是已经受完戒的时候 有时候根本没有心里面想我要天天地受戒 但是他的心散乱的时候 实际上他的相续当中是 他无表色的戒体还是存在的意思 因此与优标色完全不相同的 优标色的话 他心散乱或者是心 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时候 他外面的动作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因此他跟优标色是不相同的 当然优标色也是 他最初的法性是 比如说我磕头吧 我这个顶礼的话 首先我想顶礼 然后一会儿我在顶礼的时候 有些可能也有散乱的时候 但是他的法性不同 他如果法性间断的话 马上就停止了 但这个无表色是不相同的 他最初的时候有这个无表色 他一直是不间断地存在 他是这样认为的 然而在诸如无相天与灭金顶等 无形的状态中也是这个无表色是存在的 他有别于心与心所 心和心所在无形的状态下 无相天的时候根本是没有的 他这里有无相天和无相定 比如说我们别解脱戒 不可能是转到无相天吧 一般现在我刚才讲的一个比丘戒 或者别解脱戒的比喻来讲的话 它是无相定 这个是欲戒的时候 都可以先成就无相定 然后转生到无相天里面去的 所以他一般无相定和灭金顶的时候 也是无表色的戒律或者无表色的这种东西 还是存在的 他有别于心与心所 这是他的状态或者阶段方面来分的 然后他的本体呢 本体的特点与善业或者不善业中的一种 那么这个所谓的无表色 或者善业就是戒律方面的 或者不善业就是刚才所讲的恶戒方面的 除了这两个以外不会是无极法 如果是无极法的话 不会是无极法 如果是无表色的话 它有善业 不善业和无极法三种都有 但是无表色的话它不是无极法 为什么它不是无极法呢 因为无极法的心的力量非常非常的薄弱 这个倒是第四评里面下面还在讲 因为它的心的力量特别薄弱 所以无表色它发不起来 生不起来 因此他们又不总是这样认为的 比如说戒律的话 它的善心的力量比较强大 有个小小的出离心的话它可以生得起来 然后二戒的话也是 只是它想我要杀生 我要一辈子杀生的话 一个小小的发心也是能生得起来 就是它的无表色 但是无极法的话 它好像状态比较模糊 因此它的心的力量非常薄弱 没办法生起来的意思 世间的特点 酸牛也就是说乃至没有出现坏坏之因其间 一直是存在的 因之特点 刚才已经讲了 凡是无表色 比如说他就受了比丘戒 受了比丘戒的话 乃至坏坏的四种因没有受到之前 一直是存在的 如果他死了 色戒 患戒 这个时候他的无表色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这个之前无表色一直是存在的 但无表色与这个也是不相同的 然后它的因之特点 依靠四大众而产生 并且四大众作为其所义所处 增长之因 他也称为他的所义所处等等增长之因 对于具有以上五种特点 而形象或者自己动机他人不能觉知的法 这个大家知道吧 刚才我不是讲了吧 他心里面天天地杀生 一直想当屠夫 但是外面上根本看不出来 他心里面的动机 别人无法察觉 因此是这样认为的 有部宗的上师们称为是无表色 只是有部宗的上师们称为是无表色 虽然金部宗和威士宗的这些上师们 在名相上称为他是无表色 但是实际上有称世于佛或者是石油等等 这方面有个很大的差别 这是他们的说法 总而言之大家应该清楚 这个无表色具有五种特点 这个大家不要忘 不然下面我们一讲无表色的时候 有时候有点模糊 因为他俱生论前面讲过的道理 经常他有些时候直接说 有些他没有直接说 但是直接牵涉到他的内容方面 这个时候如果你前面的问题 比较了解的时候 后面就比较好懂 因此我讲一次的时候不一定懂 有时候希望你们自己也是 在其他的一些懂这方面的 道理的人面前还是去问问题 在佛像有时候这样也有必要的 然后下面讲 我想是应该我们还是要按了一个 斧桃可能好一点 但不知道哪些是可以懂 哪些是不懂 懂的人不愿意斧桃 不懂的人也找不到带斧桃的人吧 按理来说可能我讲一遍 有时候影响不一定很深 下来过后自己找一些有部分的金刚道鱼 做一些斧桃的话 斧桃还是很起作用的 这是一个问题 下面刚才已经讲了 这个五标色它有五种特点 其中一个特点它是大众 地岁火风四大众 它依靠它而产生的 那么所谓的大众是使的是什么呢 下面讲所谓的大众 它这个大众的意思就是 它那个众是中心 也可以说是整个世界没有一个不偏的 所有的世界是它的中心 然后这个大的话它的范围是极为广大的 所有的无情法方面都没有一个不偏的 因此称为大众 大众就是 显示行事称为敌 随火风亦风亦复燃 它这里字面上解释的话 那么就是刚才前面所讲到的 所谓的这个四大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四大众 我们经常这个四大众 四大众 四大也叫做四大众 就是有这样称呼的 那么所谓的这个大众的话 就是敌戒和随戒 火戒 风戒 在这个论典里面经常称为是戒 然后一般人们就是说是敌随火风 这样这个口头上 或者是人们的同俗名言当中有这种说法 那么所谓的大众实际上是敌随火风 这四个法叫做大众 他们四大众有什么不同的安定方法呢 他们有本体方面的特点和作用方面的特点 有两种 一个是作用方面 作用方面就是成立赤字灯 比如说敌打的话 它有赤字的作用 然后它那个灯子所包括的 还有像随打 火打 风打的话 它有分别一些临部脱散或者聚会 或者成熟 增伤等等各种不同的作用 以作用方面也安立为四大 从它的本性和特性方面来安立的话 敌随火风分别安立为坚硬和透视 还有带有乱性和动摇性 这有四种特性 所以称为四大 四大一个是作用方面的 它有它的法相 一个就是它的本体方面的法相 然后世间的人们 世间的名言当中 现色和形色成为低随火风 本来现色和形色不是所处 我们昨天也讲了 低随火风是因所处 但是世间的人们不懂 别人的话 我今天看见白色的土地 白色的虎或者蓝色的虎等等 它有低随火风通过颜色和形状来称呼 形状方面的话 这条长长的河牛 然后一块长的石头等等 本来四大它实际上是身体的所处范围 它不应该有什么颜色形状 颜色形状实际上是它色法里面 是用眼睛来对的 但是世间这些愚笨的人们 本来低随火风实际上是一种所处的范围 但是他们反而把它称之为颜色 或者是形状来称呼低随火风也复燃 下面我们讲它 何为四大种能产生各种各样果色 果色 银色和果色大家应该清楚 也即使说是大种 也就是说 持着各自的法相与音之色法 即使它这里持着各自的法相 或者音之色法称之为四大 即低随火风风劫 他们各有什么作用呢 低大能不思而次数的果位 它这里作用方面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论典里面的四大 和人们口头上所说的有点不同 人们口头上所说的 水就是在外面流的这个叫做是水 然后我们看见的这个地上这个叫做是地大 但是它这里任何一个法上面都有四大具足的 所以实际上是水的话它有这个地大 为什么水有地大呢 就是它有这个能数字 就是不舍弃过色 次数的这种作用 然后等次所包括的水有拎不散 然后这个水大它自己拎不散 比如说我们有个小小的一块土地 一块土地的话 它那个位置上面也有地大 也有水大也有风大 全部都有 刚才就是不舍弃的这种数字的作用 称之为是地大的作用 然后不临散的这个法称为是随大的作用 还有聚合实际上是不临散和聚合 刚才是随大的作用 然后比如说我们一块木板吧 一块木板它能收持它自己的木头的这种法相 就是这个所谓的地大 然后这个木头不脱散 如果没有随大的话它就会分散的 但是这一块木板它不分散 就是说明随大的作用 然后这个豁大能成熟 如果你没有这个豁大的话 那么这个就像是夏天的一块乳一样的 会腐烂的 但是因为它有豁大的这种力量 所以这个法一直是存在一直是成熟的作用的原因 也是通过豁大来起作用的 然后这个豁大它增上或者它的相续一直不断存在的 这是这个豁大的作用 因此我们表面上论典里面的四大和人们口头上所说的四大 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大乘阿比达姆当中也有这样说的 所谓的地大就像是一块土地 然后这个水打的话把它泡在水里面的时候 与它水打起作用 然后用眼光照射它上面的水干的话 这是火打起作用 然后把这块土滚下去的话 这就是风打 风打不是去转动吧 就是这个作用 所以阿比达姆大乘当中也有这种说法 还有一些进步里面 进步里面的话对四大是怎么讲的呢 比如说我们看见一块土 一块土实际上它这个土也抵达吧 抵达的话很明显的 其他的水打和风打的话 这几个是不明显的方式来 以种子的方式来存在的 然后我们看见的水的话 这个水就是水打是很明显的 还有其他的什么风啊 地啊 这些大众不明显隐藏的方式来存在 所以进步众他们也是有这种说法 但实际上这个是以世间的名言相结合而说的 真正的道理应该并不是这样承认的 这是论典里面说的 刚才火打能成熟 风打增上的作用 这个是刚才前面讲的地水火风的 怎么讲呢 地水火风的 这个大家还是也应该注意 不知道我们经常遇到四大布条 四大布条的时候也实际上是 论典里面所讲的四大布条 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四大 不一定是所谓的水打全部是液体 这个方面大家应该 实际上液体里面也有地打和风打和火打 这个大家以前可能没有听过的 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们的法相是什么呢 那么地水火风分别的法相是什么呢 坚硬是地打的法相 然后食人是水的法相 乱热是火的法相 轻飘是风的法相 这一点也是我们认为风外面吹的 这就是所谓的风 但实际上我们身体里面可以动摇 这些都是一种怎么说呢 从它的本体上面的法是轻飘是风的法相 然后身体它有一种闻热 不管是一个法它不寒冷的 这部分成为火大的法相 然后它认识这个当然是从它的本体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基本上是相同的 但是其作用和本体两个相结合才能真正的四大可以认识的 那么若有人问世间人所见到地与火 这是与此处所说的坚硬和识润等所处相伟吗 因为世间上的人们就是我见到地 我见到水 就这样说的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眼睛对境的一个现色和形色方面的 这样的话这里面就是所谓的青 除啊这些都是所处的境界 因此一个是这个身根的这个对境 一个是眼根的这个对境 那么不是这个已经相伟了 你这里说的这个是全部是这个身体的对境 那么世间上人们呢就是说是经常是这个眼睛的这个对境 那这难道不是相伟吗 它下面就是讲这个不相伟的 就是虽然经论章说出 但世间上的人们只是在明眼当中现实和形式随心所欲而所成的 比如人们通常说这块地是白色的三方形的 他们把眼色和形状也这样讲 而且世间人还供成比如避烂的河牛 缓缓牛肠 还有红红的火焰向上甚燃等等 这些都是他们世间的一种说法 但是实际上论典的说法不太合理的 也有讲风所称是说出的 因为风可接触身体 这也有些诗人讲现实心诗所称第一一样 因为蓝色的风还有狂风四起 这些人们都经常这样讲吧 但是这个也是实际上完全 是不是口头上人们的这种说法呢 也不一定的 因为我们有些论典当中也是有的 论典当中也是有什么 比如说蓝赞部主是三角形的 或者是整个四大部主的话 下面居士论讲世间品的时候 整个地方也有讲一些形状 还有我们有些观想的时候 心里面观蓝色的风 蓝色的修破话的时候 这个风有蓝色的像 然后河流也是蓝的河流 天空等等 这种说法实际上论典当中也是有 但一般来说的话 这是颜色和形状所称为四大的 实际上这种说法 与前面的说法是不太相合的 狂风四起是诗人常说的 下面讲根性与戒处的观念 乘虚无根与无尽 未识十处与十十戒 那么前面讲的无根和无尽 我们只是在讲无垠当中的时候 的无根和无尽 下面我们讲十二处的时候 实际上是前面的这十个 称为十种色处 然后讲十八处的时候 称为十十种色处 前面中所说的燕等无根基语 色等无尽这些将十二处所称为 燕处等十有色处 然后因为他们能开启产生享用之门果 这个是处的法相 下面还在讲 十八处的时候 虚为十有色处 这是从执著或者认识享用分而安立的 好 讲到这里 不是披著或者认识 那不是披著或者认识 想从执著或者多一点 从执著或者讨讨 最后的年快乐 这些人要给大家 他们需要的 作词 也是 Fyedans больш voor부분 Fyedans Fyedans Fyeders Fyedans Sוס